1. 久坐不动研究发现 久坐不动使新陈代谢变得迟缓 长期如此容易面临高血压、糖尿病的威胁 相比之下 每隔一段时间就起生活动的人 患代谢综合征的几率更低 心理学家表示 即使每天都去健身房 但其他时间全部都坐在椅子上 也算久坐 建议上班族最好养成随时站立的习惯 比如站着打电话、开会等 久坐后要起身阔阔胸、深深揽腰、活动颈部 2. 睡眠不足 睡眠不足可能降低人体对葡萄糖的调节能力 同时减少受素分泌、增加饥饿素分泌 使人容易感到饥饿 间接造成脂肪代谢异常 建议每天至少要保证7小时的睡眠 3. 不勤洗手腺病毒是一种能感染呼吸道、胃肠道等器官的常见病毒 能够导致细胞新陈代谢功能紊乱 往往通过咳嗽、打喷嚏和不解的手传播 因此经常洗手能避免病毒感染的风险 保护新陈代谢 4. 喝酒总摊杯大量摄入酒精会给肝脏带来负担 4. 导致新陈代谢低下 4. 脂肪更容易积聚 4. 脂肪更容易积聚 所以喝酒切记摊杯 适度喝点葡萄酒有助新陈代谢 5. 吃果蔬不认真洗受农药污染食品里所含的有毒物质 摄入体内后会储存在脂肪细胞里 干扰能量代谢 减慢新陈代谢速度 建议清洗果蔬时 留水下搓洗半分钟是最好的办法 也可以在水中加点面粉浸泡 揉搓后再冲洗 叶菜最好多冲几遍 6. 饮食太精致总吃精米、精面以及蛋糕、饼干等精加工食物 会导致维生素B,亦缺乏 并会减少钾、鑫和铁等微量元素摄入 进而影响人体的代谢 优质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 比如鱼、虾、豆类等 本身有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 燕麦、麦等全骨食物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能够降低胆固醇、清洁肠胃 帮助新陈代谢处于正常水平 7. 从不吃辣研究显示 辣椒中的辣椒素会刺激新陈代谢 让身体细胞加速活动 有助控制体重 不妨根据自己的口味定期吃点新辣食物 如辣椒、芥末、胡椒等 吃辣食最好配一些良性食物 如鸭肉、鱼肉、苦瓜、莲藕等 可清热生津、滋阴润 需要提醒的是 因虚体质、食热体质等意上火的人 吃辣椒要节制 8. 从不喝茶或咖啡 不少人怕睡不住觉 因此从不喝茶和咖啡 但咖啡因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剂 也是新陈代谢的引擎 可以加速能量代谢 研究表明 每天喝点含咖啡因的饮料 可使新陈代谢提速8% 此外 一杯热茶可使代谢速度增加12% 这是因为茶叶中的茶多分能增加肠胃蠕动 有助新陈代谢 注意 高血压、骨质疏松 睡眠障碍患者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饮茶或咖啡 以免加重病情 9、不爱喝水多项研究发现 每天至少喝6、8杯水 新陈代谢才能保持正常 进而防止便秘 促进消化 更能维持循环系统正常 不建议用甜饮料代替水 更要少喝冷饮 10、不吃早餐研究发现 不吃早餐大脑会释放出需要高热量的信号 导致午餐和晚餐摄取垃圾食品的几率大增 长期如此 新陈代谢逐渐紊 肥胖、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等 都会找上门来研究显示 早餐吃得越丰盛 血糖、血脂控制得越好 患代谢性疾病的风险越低 11、两餐间隔太久 有一日三餐定食禁食是人类净化至今形成的规律 某一餐不吃 导致两餐之间间隔太久 人体长时间处于饥饿状态 会减低新陈代谢速度 根据未正常的排空时间 每餐之间最好间隔4、6小时左右 中间可适当家餐 但最好是坚果、水果等健康食物 12、饮食不规律 有些人吃饭没节制 爱吃得饱饱的 长期如此 容易因热量摄入太多 导致脂肪过剩 让脂肪代谢失衡 最终血脂增高 还有些人常因怕发烫而吃得太少 反而会让新陈代谢来个急刹车 研究显示 近13天就足以破坏代谢功能 因此 要想控制体重 应该多吃水果和蔬菜等 很高纤维 低热量的食物 并且一定要吃主食 可以用粗粮来替代部分精米白面 13、不晒太阳 许多人怕晒黑 宁肯待在屋子里 也不愿接触阳光 导致体内的维生素D含量容易不足 维生素D能帮助维持细胞健康 和骨骤的新陈代谢 如果缺乏 会导致钙和骨的无基盐代谢紊乱 因此 吃完午饭不妨出去走走 饮食上 可以适当多吃三文鱼 牛奶 虾 蘑菇 鸡蛋等富含维生素D的食物 14、不会减压长期处于慢性压力之下 会导致内分泌紊乱 造成新陈代谢趋缓 压力太大时 先应理清造成压力的根源 及时调整心理状态 不要放任负面情绪的发其次 可尝试通过适当休息 放松 体育运动 或跟朋友聊天 积极发展个人爱好等多种途径 来达到减压的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